本來他有屋棲身 有瓦傘頭 不過這間屋突然無緣無故 被人逐幅拆散 時機把人拆到這些地方 又說我非法治療屋 本來樂觀的他 突然變得消沉 時機想想 不要時機想想 七十多歲 做一天做一天做一天 吃一天這樣 很慘 被他跟到我很慘 變了一個中箱 今年七十四歲的雲姐 獨居在大埔林村一間寮屋 早幾個月前 被人以零磁式六次拆屋 現在寮屋只剩下三分之一間 屋內大部分家屍財物都被突然消失 雪櫃電視機通通被拆屋的人搬走了 就連夏天消暑必備的電風扇都沒有 怎麼辦 next time 這個是雲姐 我們會有時 放雨時就把人家拉起來 睡覺 雲姐 之前打風那時候你怎麼辦 打風呢 那些蝦霜都吹了 之後 我自己當農胎 在那裡燒 在那邊燒鋪鋪鋪好 你一個人去鋪鋪鋪? 是的 很厲害 但很危險 不危險 自己做工 那天打風到水裡 整個屋子都濕透了 自己的心都害怕 雙面壓力 全部都拆掉了 我看到這些冷鐵皮就穿起來了 生活條件重視是艱苦 不過雲姐說 有口熱飯 有雅姐下頭 總好過餓著肚皮撈縮街頭 之前是睡在哪裡? 我之前 之前這裡被人拆了 在旁邊 在旁邊被人拆了 那第一晚被人拆了的時候 你怎麼辦? 有些線了 沒些線了 早途無路 是這樣的 萬一睡覺 我們就隔在這塊鐵門 坐在這裡 每晚睡覺都要這樣做嗎? 是的 但下雨會撇雨的 是的 給遮瑕筒 撇一次 撇一遍 撇一遍 還是會撇雨的 撇不到的 即是你每晚睡前都要攪一大輪? 是的 是的 雲姐這是你洗手間嗎? 洗澡 不是洗手間 出道洗澡 沒有化分池 沒有這種 這裡不可以去廁所 你平時怎樣去? 我會公用廁所 沒辦法 沒有廁所 廁所被人動用了 被人拆了 雲姐遇上初步迫遷手段 就連大埔區的區議會主席 毛先生見到都嚇了一大跳 其實這裡已經證明了 全部都是私地 是 肯定是私地 所以這樣說 那是否代表他們有權力去拆 應該這麼說 他們的確有權 拿回地上的所有東西 但是是否用這個方式來做呢? 一般來說我們都不是這樣做的 雖然地是屬於地主 但是地上或屋內的財物 都是屬於佔用人 自己個人本身 例如我本身有些金色 或者有些值錢的東西 那些東西都是屬於我自己的 你不可以無緣無故 還沒通知我的話 就馬上來拆掉它 周女士和雲姐 突然間租人以強硬手段迫遷 他們兩個都曾經找過這裡的村長 周女士方面 村長就叫他們找前村代表 鍾姑娘尋求解決方法 那幅地是我們太公的 太公是整條村的 那別人不讓你過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好聽的就說你在這裡住 不好聽的就是你霸佔 是不是? 你又不是原居民 你又不是地主 你什麼你憑什麼跟別人鬥 為了你又拆了別人 為了你又拆了別人 別人地政署出了紙 別人又寫了說你再拆我 我就告你了 刑事委說警察又來過 CID又來過 什麼都搞齊了 你還想怎樣 在地政署那裡拆的 不是我拆的 你搞清楚這件事 那我不管啊 不是我拆的 不是我去拆的 那屋地也不是我的 現在去那裡都是地政署 是那些藍丁去了英國 叫我和他收租 弄東西而已而已 你聽到鍾小姐的回應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其實那些事很多都不對 地政署第一次第二次 都是地政署來拆封的 應該是他們去霸佔別人的土地 就是霸佔別人政府土地 亂拆人屋 亂為人屋 究竟是誰的主意呢 兩位受害者都覺得 新任村長似乎跟這件事有很大關係 為了解開這個謎團 我們直接去找村長 不過村長不在家 我們唯有用電話跟他聯絡 情況就是這樣 你說吧 人家私家地 是 你霸佔了人家 人家現在要求你搬 是 沒事 明白 我想 我答應了那個婆婆 是 他申請公屋 我說給他上公屋 是 我保證他上公屋就沒事 是 那他想怎樣 我盡了我做村長的家人 咦 我想問你 是不是跟雲姐說這番說話 是不是 說了 但是他都未上公屋 現在你這麼快就拆了他的家 他不上公屋不關我的事 那你基本上幫他填表而已 他要我填表 要我簽名 要我幫 我幫得了 雲姐家是被人拆了的 人家私家地 拿回現場一點 但是你就算拆人家 你都要做執拆你的方式 要貼紙通知 喂 我有條金鏈在裡面 有些貴重物在裡面 你拆了我 那我是不是陪法文 你先陪回來 這樣 對嗎 你說得對嗎 你有沒有這樣做 但是 不是我做的 姐姐 不關我事的 地主嘛 你說地主 你有沒有提過他 我不是地主 我知道 你有沒有問過地主 這樣的做法 你為什麼在英國 授權你這樣做 或者授權某些人這樣做 你授權他拿回地 授權誰 我也不知道誰 那你授權誰拿回地 但是又有人走去拆他的房子 有時候才覺得奇怪 一定不是你 村長我都知道不會是你的 是不是 我拆人家人的房子幹什麼 是啊 我相信一定不是你的 但是誰拆他這房子就奇怪了 我在這裡排擠難 紛爭的 那我就叫 月子 寫寫寫寫書給我 是 就跟你東方園 希望你一起來 幫忙幫阿文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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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最好的 是啊 你說得對 這樣就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周小姐那個有些是官地位 你有沒有看過地界 周小姐那個官地位 我這個不理 啊 但是不理又封了他的房子 他發佔了官地來殺他的房子 是不是發聲 張先生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根據1984年那時候 做過療屋普查 基本上當時登記了的療屋 就會繼續合法存在到現在 只要地政總署其實沒有發出任何通知的話 其實他一直都可以繼續存在到永遠 是 這天晚上我不認識 因為他剛剛由我回來 不知道什麼情況 所以我很多事我無法回答 周女士那個地方很難搞 如果他有些是立入了祖堂地的位 有些是有官地的位 那我都要搞清楚範圍 還有他地政署都要通知你們的祖堂 那到時你們有沒有個摺黑人 那我想我先問一下 你也問一下 最好他寫一些授權信也好 或者一些代表也問一下 當然是誰 周女士遼屋被圍封 其實在法律上 圍封者可能會觸犯法例 如果他圍在自己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就是沒有說違規 因為他圍在自己的地方 但是周女士呢 如果他可以證明到 他這次圍了一些圍欄 是影響到他回家的 就是簡單來說 是封了他出入口的地方 其實這個不行的 因為他有個路權使用的 即使那個地是屬於你 如果周女士是有權使用那段路回家 而回家這個路途是必須的 又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 這個路權這個權力 就不能夠輕易被剝奪的 另外 以一種粗暴拆屋方式去迫遷 其實都可能要負上法律的責任 儘管雲姐現在去那間屋 可能是坐落在一些官地 又或者是屬於私人的地方 這是一回事 最重要就是 雲姐有一間屋 裡面有傢俬 有雜物 有一些個人的物品 是屬於雲姐自己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 沒有得到雲姐的同意 他就不能夠自行找人去清拆 即使雲姐是霸佔了別人的工地 或者官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任何人 是沒有經過雲姐的同意 而去拆了那間屋 包括把他的家屋毀壞了 這個已經干犯了一個刑事罪行的 這個最高刑罰是會十年監的 他應該找律師 找律師 立即啟動一個法律的程序 追討過去的所有損失 包括家具損壞 或者不見了金器 各方面 其實可以向主使 今次拆雲姐家的人 是要作出一個賠償的